大大咬下一口三明治 有蛋皮火腿美乃滋 咸香滋味 让人一池上瘾 中间在彰化北斗 定营70多年老店 因为商标问题 第二代闹上法院 创立于1947年 当时叫瑞珍商店 后来改名为洪瑞珍 2010年商标转移 传承给第二代 2018年 唐妹也跟着开了洪瑞珍 唐哥告唐妹 最后法院判决 唐哥胜诉 唐妹赔偿80万 第二代因为商标问题 闹上法院家族撕破脸 但北斗总店洪瑞珍老板说 自己是对事不对人 洪瑞珍这三个字 名气有多响亮 2019年光台湾市场 就创下了四亿商机 回军插起韩国 至今320千分店 隔年又在香港展店 所以基本上 我们不是针对着 我们只是说针对这一个事情 虽然两者之间 外包装各有不同 但打着洪家首座 或是洪瑞珍第二代 都可能造成消费者混淆 唐哥告唐妹 最终唐妹败诉 记得陈盛伟 黄潇富彭馨 张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